第151集 他是用怎样温和平时的语气 说完这番惊天动地的话语的呢 桑琪听完徒劳地瞪大眼睛 只觉思绪紊乱 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接下去 半晌后才看向一旁 一直没有说话的李长 问了句 你也是这么想的 若说我父亲真是任人为亲 不是任人为贤 你作为一个奴级出身的家生子 能率兵打仗建功立业 用我父亲传授给你的武器 会枪与我为敌 李长刚被打了几鞭子 如今微微低眸 嘴唇颤抖 脸色发白 也不知道是出于疼痛 还是出于愧疚 垂着头部说话 桑琪冷冷一笑 总结了一句 哼 一派狐言 而后抬手一下一下扣着桌面 沉吟道 这番话 是谁说给你听的 桑光耀的表情浮现出一丝若隐若现的惊讶 被桑琪敏锐地捕捉到 于是 他对自己的想法更加笃定 继续地说 若说你对自己的待遇感到不满 想要更多功名利路 我可以理解 可是 世家妄族垄断仕途 该改改了这句话 不是你能说出来的 定然是有人拿捏了你的心思之后 刻意给你灌输的想法 这个人是谁 桑光耀眸光一荡 颜色几番变换 而后才扯动嘴角 轻声审笑 又到了句 阿琪 你真的长大了 少废话 是谁 桑琪冷硬地重复了一遍 桑光耀却不正面回答 只是与他对视少情 到了句 晚了 阿琪 已经来不及了 桑琪猝眉 细细琢磨着他的话 以及最近自己知道的一切为之震惊的消息 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猛地一拍桌子豁然起身 看也没看二人一眼 大步擦过桑光耀身旁 便迈了出去 一把拉开门 急切地寻找燕云芝 方才离去的燕云芝 已经和其他将领一同 倾点着此番战役中 我方的损失伤亡情况 桑琪叫了两个士兵 先把俘虏的二人关起来后 匆匆赶来 说了句 坏了 院中人不约而同的回眸 看他不太明白什么坏了 那二人跑了 董仙念眸光一领 就要拔刀 不是不是 桑琪刚才一路小跑 有点着急 边顺气 边断断续续地说 不是他们 而后拨开人群 来到燕云芝面前 拉住他的袖子 问道 你说已经在洛金留了后手 安排好了人 安排的是谁 燕云芝一挑眉 淡淡地说 我的贴身侍卫白石 还有我兄长带领的司兵 对 兄长 桑琪 桑琪赶忙问 新哥哥吗 还是庞系的远亲 燕云芝看他着急的样子 抬抬手 示意他先冷静 唇角含笑 从容地说 你去参加兰记的生辰燕时 见过的 我兄长 林钦 他言霸 询问桑琪 为何如此焦虑 桑琪担忧地来回搅着衣袖 一股脑地说道 桑光耀不是主动叛变的 虽然他一直心里有不满 但还没到会自己想出 靠造反来表现的地步 他是被人煽动的 以我的推论 这个煽动的人 肯定是卓文远 想来卓文远 是深谙这些旁之族系 和夏品寒门的心理 并且 早就计划好了要加以利用 原本你说在洛青流的人 我以为 我们不必太有后顾之忧 只要保住太子 很快就能平息这场风波了 如今看来 如今看来 卓文远能把胳膊伸这么长 策反你堂兄 就也能策反我在洛青的人 燕云芝说完 略加思索 问道 你是想说 这样一来 我们留在洛青的势力 也未必靠得住了 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桑齐重重点头 而后面色又沉了几分 说道 还有 我想 以西招人勾结的也是他 西招人此番来战 并不是为了占我大燕国土 只是为了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将我们拖住而已 桑齐觉得脊背发凉 所有的一切都串成线了 除了不知道父亲到底是否牵扯其中国 其余事件已经真相大白 卓文元与西招人相互勾结 先是利用西招的细作 在洛青营造出一种 洛青内部风雨欲来 有人蠢蠢欲动的假象 让各大世家相互猜忌 并趁乱派出自己的死士 到夏品寒门和世家望族的庞系中 各家各互拉拢人心 而后再叫西招派兵 大军压境 又使大燕将大部分兵力 集中到远离洛青的边境来 在众将疲于应对西招的时候 利用空档一举夺功 夺功之后 并用自己先前拉拢的人 帮忙巩固政权 并且他定然也许给了这些人 和西招人不少好处 不难想象 许给桑光耀的便是带到新朝建立 安定下来后 令他可以取桑氏正统的地位而代之 实现报复 许给西招的 恐怕是他们镇守的这个贫荆城 以及早就沦陷的慈城以北一带 现在 卓文远几乎就要成功了 除却太子意外失踪 和贫荆城久功不下 这两件没有按照他预料发展的事情外 距离他宏伟蓝图的实现 仅有一步之遥 这是多么历史良久 规模宏大的筹划 多么凶险万分 掩藏至深的野心 桑奇万万不敢想 竟然会有如此深思熟虑之人 设如此伏笔千里之计 正在此时 又一验证他猜想的消息来了 有一士兵匆匆匆来报 说城东的瞭望塔楼上看到东边出了一支军队 打出来的是真假的旗号 消失已久的真永寿也来凑热闹 极有可能被卓文远卖给了西昭的贫荆城 现在腹背受敌 危在旦夕 而对洛京中的一些人来说 境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登基称帝后 黄袍加身的卓文远 今日穿了一身暗色黑底的文金长袍 以银润的上品白玉竖发 正坐在上座 浅笑吟吟 虽说当了皇帝 还是谋权篡位的皇帝 看上去因着身份服饰 稍微多了几许端正 依然是往事那副 随和亲切 温润如玉的样子 反倒是屋里其他人 显得特别局促不安 年轻的帝王轻轻瞎了口茶 倒了去 诸位请随意 无需拘谨 在座的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才有人尴尬地拿起茶杯 年纪不大 手却是颤颤巍巍的 朕今日请诸君前来一叙 不畏旁的 只是觉得尔等 哪有真才实学之人 却埋没于市井 实在可惜 眼下新朝一史 朕是用人之计 朝堂多处职位空玄 朕欲拜各位为官 相助于朕 不知尔等可有想法 卓文远放下茶盏 说完了这番话后 一一扫失在座的人 竟如鼠家珍把他们的能力才干和遭遇过的事儿挨个儿清晰地道了一遍 他们大多出身下品寒门 空有才学却仕途不济 被名门望族压制已久 一听说卓文远要打破朱门世家对上品官职的垄断 难免有人手抖得更厉害 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情绪 当然还有一些人犹豫着难下决断 卓文远也不着急胁迫 只命人将拟好的照令交给他们 让他们想好了之后 再拿着诏书进宫来面见自己 而后便叫众人散了 当场有三五个人留了下来 表态接受邀请 卓文远又同他们聊了一会儿 带到全部人都走了之后 才得以空闲下来 换了一个内室进殿 问道 那几个博士还在外面叫嚷呢 内室答了一句 是 卓文远服额无奈 起身说道 朕去看看 遂信部来到了殿外